我们现在到了哪里 这二区底下也是晚车站的一条路 我们每次红绿灯那个位置 你说有红绿灯 那这边有个中国餐厅 不要解释那么多 告诉你们事实就是 车开到了红绿灯 然后陈师傅突然就说 我可以去吃一碗古田人的面 或者馄饨吗 然后我们就把车倒到了这里 我们去看这个 我们去吃中式快餐 看看在非洲国家的中式快餐是什么样 因为虽然都是快餐 但是在每个国家之后 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就像你会发现说 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些开中国餐饮的 他们都是选择开那种自助式的 是吧 我估计吃他们就是老板吧 拍了之后发微信微博 我朋友圈 来 吃点餐 吃点餐 摄影机交给我吧 摄影机交给我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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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